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对于新业务发展的产品需求来说 应该会有一个不错的带动 未来的矿产和提价 其实对于将来的业绩来说 应该是一个挺好支持的momentum 见到它的股价走势 近日回来也有一个不错的升幅 如果它能够破7月的高位的时候 很大机会能够上去43或44元的水位附近 可以留意一下 向下的话 我觉得两个位置是值得看的 如果你不想放这么远 第一个位置是看短期的低位 35.5毫升 我觉得可以放远一点 放回来就够住这个低位 其实这个是试一试过的低位 其实它没有收到那么低 也收回高一点 我觉得就放回来就31.8 或者算31元 即是你连30.9毫升低的话 那就应该都要离场观望 但我相信其实短期 又未必需要太担心 还有你去套回中长期 我觉得那个业务的前景 其实都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股份